不要追我 不要追我 親愛的 不要 我不想聽 以你現在的資產 你就退休去環遊世界了 真的不用跟我們這些年輕人搶業配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最後我是全裸在這裡跳舞 歡迎收看心思問罪 不想面對你就自己醉 沒錯這個來賓音樂太熟了 剛剛已經聊開了 今天會邀請到阿本 其實也是因為 我們真的是在夜店認識吧 然後我們兩個都講同一句話 我不會喝 老實說 我蠻喜歡看阿本喝醉 他是我所有朋友裡面 喝醉最不受控的 所以我決定呢 招待大冰奶 我最喜歡奶酒了 很開心認識安妮老師 Yay Yay Cheers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今天看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看的是阿本的星座命盤 一開盤之後才發現 原來阿本是上身雙魚座 雙魚今年會比較在自我的認同 未來要做什麼 我真的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今年土星就是入雙魚 你要去認同自己到底要做些什麼 然後自己在未來想要規劃些什麼 因為我真的就在今年6月的時候 離開我原本的工作 改成一個接案的模式這樣 就不是全職的這樣 然後我重新在一半演藝圈 又一半目前幕後的過程當中 在熟悉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可是我這樣想起來 感覺你好像變化蠻多的 你看你又從電視跳到 例如說新媒體 狗狗又有IG 然後又直接回歸到上班 又重新回到螢光幕 就是你怎麼有辦法轉換的這種 心態可以每次都這麼豪出去 我有看到一個點耶 就是你是本身天生水星逆行的人 天生水逆行的人不一定講話是 在一定的狀況裡面 可是如果你想要認真研究 會瘋狂的投入在那件事情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做什麼事情都成功 這一直就做就會曖昧曖昧曖昧 一旦確定目標之後就會公到底 這倒是真的 他倒是真的感情超公的 那你上一次公的那個是 我就現在在一起的那一位啊 欸現在有嗎 我亂講了我沒有在看新聞 最近有是不是 就是相處了蠻長一段時間 然後前陣子在一起了 在一起會多久我也不知道 那又順其自然 來模擬兩可的那個 沒有你的內心其實可望的是長久 只是你不想接受如果關係斷裂 你的關係是可以慢慢經營的 是有機會的 因為你的命盤是可望有一個家 對於安全感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 其實我跟他有深聊過一次 他是被過程中被破壞到 他覺得好吧 那我就試試看另外一個方法 不然他原本是一個超級 安定的人欸 就是顧好這個兩個人關係的那種 我以前就是傳統良家婦女 走闖了這個世界之後 有些渣男一直破壞破壞 蔡森破壞 就跟保養品一樣 打雷射打雷射 破壞修復 破壞再修復 欸你好適合代言email喔 對啊 有啊最近有在談 最近有在談 你做這個會賺錢欸 會賺錢欸 保養類型的 用美啊保養啊 這一塊你都會賺錢 因為你的精心本來就在惡公啊 所以跟美有關的事情會帶財 你是感情經驗很豐富是不是 我以前就是對於感情就是 完全是看那種偶像劇 雙魚 上身雙魚 感覺就是感情就是偶像劇裡面 那種浪漫的情節 直到我交了第一任之後 我才發現哇不是欸 就感情是很真實的 所以我覺得的確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一直在學習 我要的感情是什麼狀態 到底真實的感情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我不得不承認 我的確在前幾段感情 我是用偶像劇的標準 在要求真實的人 希望我可以大調 怎麼說偶像劇的標準 譬如說吵架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要這樣 好那我要走了 不要追我 不要追我 親愛的 不要追我 要下雨嗎 親愛的 親愛的 不要 我不想聽 不想聽 那你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你期待對方給你劇本 如果對方沒給你劇本 我就自己演 我後來自己反省 我現在這一段感情是很真實 然後很平反 沒有什麼大告白啦 然後也沒有什麼很戲劇化的過程 就是很自然相處 他就自然在一起 首相喔 通常我們在感情線裡面 看到越多的交叉線的時候 越會去演偶像劇女主角 可要做曲之舞 沒有啊這整個就可米啊 可是老師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阿本他 現在就只能演到畢業樓欸 除非他戴假髮去演女主角 對我希望我演的是許太太謝謝 許光漢 許光漢 這也滿好的 因為你的土星本身就在夫妻宮 所以你本身就需要透過過過程中的破壞學習 破壞再學習 那我們就破壞囉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最後我會全裸在這裡跳舞 OK OK嗎 因為之前私下有跟他聊過 他的感情其實真的滿不順的 因為我今年是40歲 所以我40歲以前的感情都不順是不是 星星裡面有兩顆煞星 一顆土星 一顆火星都在你的夫妻宮裡面 喔 這也很正常 因為你的命盤面其實在講的是 我要在感情中有很多drama 這是你希望的喔 可是到你經歷了很多 你會發現這些drama 反正是你可以溝通的橋樑 以前我就會很在意 然後他講每一句話我都很在意 我就會去解釋跟他說 我不是那個意思或怎麼樣 但我最近學會對付情緒勒索的人 就是你不要理他 也不要在意也不要想 連解釋都不用解釋 等他自己好了 他自己就會回來了 但他如果不會回來 那也不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是不是有些人 就很容易吸引一些情緒勒索的朋友 我覺得你會耶 你的盤也會耶 你的名字也是耶 我的名字也是 哪一個你說藝名還是本名 就是你的藝名讓你其實會有人氣 然後人脈 但是也很容易吸到一些怪怪的人 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在感情當中 你能不能做一些調整或怎樣 能夠讓你這段感情更順利好不好 我老實說 就是我這一段感情 這段過程當中有見過很多算命老師這樣 但我從來沒有問過 今天就是第一次 真的嗎 我太心疼了 對 可以今天來了解一下 但是我沒有問的原因是 我相信這個人 然後我也感受到他對我的好 抽三張好不好 好 我要想什麼嗎 不用 不用不用 這是你 然後這是他 這是你們的建議 你想要先開哪一張 以節目來說應該先開這個比較好 但我想直接看建議 好啦 先看一下我 其實我覺得你現階段的狀況 真的都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你反而有相信這段關係 就是能夠順順的走的時候 更擔心你自己的人生未來 你想要走去哪 百分之百完全就對這樣 我現在的確是把重心放在我自己身上 然後連這段感情 我在跟他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也會跟他很清楚的說我要什麼 然後我也可以配合你什麼 這樣子的基礎去建立了一段關係 而且其實我覺得你工作運是真的沒有不好 你再放輕鬆一點 不用那麼緊張 更順其自然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對方囉 對方 好緊張喔 你覺得你的另外一半算是溫柔的人對嗎 對 就是一個暖男 這張牌他其實很照顧你的情緒啊 他很願意聽你講話 就算你現在想演偶像劇 他其實會配合你演 他是理解你的人 因為的確之前有一些曖昧的對象 他會譬如說看我發出去玩 他說 哇 出去玩不揪喔 Instagram上面你只是分享大概上禮拜好玩的照片 並不是那個當下真的出去玩 那個當下我可能在上班 我可能在忙 所以他就是很理解 這件事讓他給我很多空間 我覺得這樣就相處起來就很舒服 他其實就真的陪我度過 今年我遇到了很多很多很辛苦的事情 他很願意陪伴 然後感覺你的情緒照顧你耶 對 最後 建議是什麼好不好 這就是破局 我怕你太忙 現階段喔 在你的人生比重 工作占8 感情只有占2而已 喔 對 而且那個2裡面 他有時候還在幫我拍業配 這張牌人 就在講的是說 他可能會成就你的工作 但是你要求的事情其實很多 有可能在工作上有些爭吵 頂多就這樣子而已 但對方是一個很願意付出的人 但老師他會不會已經陷入了一種 常常在關係最可怕的是 讓對方進入他的工作 大家其實都很恐懼跟另外一半工作 這個讓安妮老師來講好了 好 那我們今天有三個選項 就是有展瑞 然後阿本 然後跟展榮 然後看一下就是你適不適合跟你另外一半工作 但如果你已經跟你另外一半工作 可以怎麼調整 那我們就來抽牌囉 來來來 這一次我要叛逆 好 那我們先看展榮的部分 我覺得你很不適合跟另外一半工作 因為這張牌是我自己覺得 我所有的派裡面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難相處的一張牌 因為他有自己的SOP 然後會很希望對方完全照著自己SOP走 如果沒有照著自己SOP走 會 你很心虛耶 你很心虛耶 各位如果宣展榮 觀眾朋友 我在講一個真實的案例 不是只有親密關係 是連弟弟跟他住 他有一次又跟我講說 你的東西要怎麼放 因為這樣水龍頭打開會怎麼樣 然後最後有一天他就剛好可能工作忙 也是因為工作忙 但他情緒一來的時候他就直接說 我就說一起住會這樣吧 就是因為你們拿東西來 然後放在這邊 然後就是還開始會有一些 你很淡 我一定會吵架啊 不是因為水龍頭 旁邊不是會有水智嗎 會讓旁邊不是長發霉會黑黑的 對 那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不想讓這件事發生 我都會把洗碗精 這個不重要 但我好奇一件事情 是以他那張牌他的個性是 別人一定要找到SOP 可是他可以容忍別人的SOP嗎 他不一定可以容忍 但是這張牌的執行度 跟成功度又很高 所以相對而言 跟著他成功機會也很高 只是就要接受 那就是要配合他 那就是要接受 我沒跟你在一起啊 好來看我的 好棒喔 你是經過調整過後 才走到今天的 喔對對對 真的 這張牌很願意分享耶 我覺得你跟另外一半工作是OK的耶 就是你現在找到平衡耶 他們在贏酒耶 而且是三個人耶 不是兩個人 可以多元增加 老師三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邊三更象徵的是合作關係 我能夠把我的資源 推給我的另外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也可以把一些資源 給我的這種合作狀況 那有沒有可能超出兩位這個單位 如果你拿另一位就有可能 可是因為你拿正位 這是一個順利的合作狀況 有類似的經驗嗎 我覺得之前在那個工作的過程當中 交往的另外一半啊 或者是有曖昧的對象啊等等 然後可是可能一起承接了一些案子的過程 然後是還是可以合作的 然後是還是可以合作的 沒有一開始也是炒班了這樣 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有那個過程 就是我把私事的感情 拉到工作上來去要求他 所以我也在反省 然後對方也在反省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才慢慢學會 好我看展瑞囉 好 我覺得你也不要 你會站在對方的角度想事情 以至於你沒有你自己 你會以六成或七成是他三成才是你自己 而且我會盡量想要做到沒有 可是在那個盡量想要做到沒有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 可不可以抽到展瑞這一張 你再什麼盡力都沒有用 因為你就是care 所以你不要再花時間去抵抗那個care 因為你越抵抗會越痛苦 所以就自己先自己做 照顧好自己這樣就好 好我們最後就來看 到底近期你的人生有什麼課題有什麼挑戰 我們要怎麼樣闖關成功 各位觀眾朋友可以現在選 阿本展榮或者是展瑞 用直覺來做選擇 我先好了 好 這個課題更像是 我讓自己好好休息 讓自己好好放手 刷廢也是一種練習 可是我最近真的蠻想改變的 我怎麼可以刷廢 解代表是調整調節的意思 代表確實你有想改變 改變也是可行的 可是我要是慢慢的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馬上就到達一個定位 要不然解掛這個會情緒很多 你會覺得我怎麼還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或我現在應該要怎麼樣 的確我的挫折感就會容易上來 對 所以其實你要給自己 或是尋到展瑞的朋友 你要給自己一個想法就是 我都已經在改變的路上 那我是慢慢循序進行走 而不是馬上就要到達三頂 好什麼課題呢 我覺得阿本有一個狀況是 你覺得你現在所擁有的 都不一定是真的 其實古代人不旅行 旅行都代表是家裡面出事了 我才要搬到其他地方去 女怪就在講的是 你覺得你現在拿到的 都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我還要再努力一點點 才能夠證明我真的是轉化成功了 但其實你現在要做的是 就是相信我其實就是安全的啦 我也是平安的 而且我就是做到我就是蠻好的 抱一下抱一下 沒有其實我覺得簡單一點來說 那泰國現在機票有打折 你看到不好買泰國的機票 真的其實我覺得以你現在的資產 你就退休去環遊世界了 真的不用跟我們這些年輕人搶業配 好我們來看一下展榮的課題是什麼呢 你說我要情緒穩定 對你要學會情緒穩定 購掛這張牌本身的魅力啊 主導性其實都很強 所以一旦沒有在自己的主導性的時候 其實情緒的那個崩 你想幹嘛啦 喔衛生紙 很不會 對 選到展榮的這張牌 我們有個比較深的議題 跟媽媽有關 如果你想要讓自己的情緒平穩穩定 你可以花時間去回想你可能 童年跟媽媽的關係 或是現階段你可以去多陪媽媽 因為這張牌所在講的是 你對情緒的敏感度也非常的高 你可能會去回應媽媽的情緒在童年的時候 他就一直唸啊 真的嗎 我們就做得很好 又說我不好 情緒真的不太我 我已經在賺錢了 又說 欸你那錢要存好不然全部花光 他就在唱追我 就是我很不喜歡人家跟我講負面的 因為我覺得我都已經把一切做得很好了 把自己打理的很好了 然後很正面了 然後家裡漂漂亮亮 兩隻貓也健健康康的 雖然說我知道他的背後的訊息其實是想關心我 但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跟我媽溝通說 你可以不要關心人是用負面的 不過這樣聽完之後你要不要就是 針對這一題再開個直播 因為我想說你可以開直播然後打電話給你媽 我就很不想利用來賓的時間講自己的事情 我從頭到尾都要請一對來賓搞老百姓都在處理我的事 還有酒嗎 還有酒嗎 後面有威士忌 後面有威士忌 喝喝喝喝喝 好啦 今天很開心真的請到阿本 我跟你講我們已經錄到人家 人家要開店了OK 我們要開店了 我們要還人家場地了 今天謝謝阿本 謝謝 謝謝 你的上身是金牛嗎 還是我好像是我搞錯 上身是雙魚欸 啊是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還要搞錯 我在我在 沒有我在 我再跟你再一次喔 欸你活了這麼久 1982 你活了這麼久 剛才解婚你的上身是雙魚 我會拉好笑 我大概已經以為我上身是金牛在十年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噢